內餡 內餡倒是我是覺得 它內餡還不錯 味道還不錯 然後再來它那個筍子切得超豪邁的 它不是什麼筍子之筍 它就是一塊一塊 應該是手切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農曆的大年初期 今天中午來到 武關這邊吃群龍魚 那因為我比較晚到 所以只有騎到太貝而已 那下山的時候 就是上山跟下山都會經過 這邊是天輪拔鏈場 那這邊有那個白冷抵壓邊 跟白冷肉寶 那今天山上溫度只有12度 那抵壓邊我沒有什麼興趣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肉寶 這邊就是那個白冷肉寶 那今天是一百六 有蠻多的 大久都在排隊 看來我也要排隊 好,好,有點容易 聽說我要排一個小時 還沒啦 我要跟他拼嗎 我還要一幾個人啊 今天沒有現過 所以現過了 吃一個腳的就不能讓人家吃 那我順利買到這個白冷肉包了 我是買兩顆 一顆35塊 我剛才已經幹掉一顆了 然後那個 想要影片會剪出那一顆的那個 剖面 那因為他 他店家有說他家那個 辣醬是古早味的 說我們台中吃肉包就是要把 那個辣椒醬的罐頭插去 然後像打針一樣塗進去 然後再咬下去然後噴出來 我們小時候真的都這樣吃 我大概再來看這個白冷肉包 我剛剛吃那一顆我是覺得還蠻好吃的啦 就是 來 好來 那就看這個肉包 那它是筍子跟肉 攪在一起啦 然後它蠻特別的是 它裡面還有放蔥 其實它的味道是比較濃郁的 在肉包還蠻比較濃 那皮是一般的那種發酵皮啦 台式包子的芭蕉皮 那它內餡倒是我是覺得 它內餡還不錯啦 就是味道 還不錯 然後再來它那個筍子 切得超豪邁的 它不是什麼筍子是筍 它就是一塊一塊 應該是手切的 大致上來說是 還算蠻好吃的 一個35塊 然後現在也算 這種算觀光地區也算行情 行情 行情的價格 然後 如果有來到那個天文巴電廠這邊 大家就可以來吃看看 那 假日的話就是會每日限量這樣 那就是說 有耐心一點排隊吧 OK 那我們今天肉包的介紹就是這樣 下一個再記得拜拜